太阳好像小点了 挡在云后边了 终于凉快点 老师你好 你好 你看了吗 从那往这边坐着看 五百多看 在那绣什么呢 在那绣什么呢 加块板装那个投影仪 是吗 行你坐这 你好 谢谢 出来之后 看到小仙在车上 跟开开玩玩 不行 后来跟他玩老铺毯 然后给他碰着上 把头都碰了 阿贤今天晚上要做红烧肉 黄酒红烧肉 我帮你把黄酒拿过来 一会儿 他一会儿就在那边找红烧肉 行 那我先去把狗溜 走 先带着他溜 然后等会儿再溜咪了 他现在已经习惯用这个绳子了 而且他就走在我脚边 不会走太远 慢慢就停换了 慢慢就停换了 我觉得这个油怎么可以留着 猪油炒饭了 没多少一会儿 你们直接炒到红烧肉里面 是啊 馨儿 哈喽哈 嘴上沾着是按着是 嗯 想必是跟这个财温有关系 嗯哼 今天 真是 那家伙 在外面没拉 给我拉一车 是吗 下午给我斗了一斗 你没溜他吧 我去溜他了 他没在他上了个小号 然后一直不拉一直不拉 我想没没不拉就算了 回来吧 回车上拉了一炮 回来过再车上了 你这个可以啊 双后轮的优势就是随时可以插纹箱进去 你现在烧到那个脚皮的 直接把车烧爆了 看这会儿颜色咋样 文火慢炖 哦 这个好点儿的 老抽是不是 老抽是不是放一点少啊 还少吗 一会儿还有 一会儿还没放糖 哦 哦 差不多 差不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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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香 但是酒味还是很重 还没收 嗯 收完汁以后就没那个味 好嘞 哎 姚老师 咱们参加车展结束了 这台车都开回来了 饭馅 分粥 这个狗粮好香啊 人闻着都想吃 所以我们要把这个 因为它这个袋子是什么 扯开就封不上的袋子 所以把它全部 装在这个封装袋里 密封起来 我那儿还有干燥剂 每个里边丢一个 这样它就不会换了 因为它们这种小狗 其实也吃不了多少的 这个 对对对 我那儿有干燥剂 正好弄小包的 一个包里边 放一包 干啥 全是狗吃的 全是狗吃的 狗过来 等会儿我先去找那个 干燥剂 干燥剂 顺便就丢进去 幸亏上次买了这种 一包一包的干燥剂 顾好 这些鸭肉干啥的 都是人也可以吃的 非常 非常卫生啊 非常干净的一种 人都可以吃 然后都是给它们的 可以 然后我们现在在分装狗粮 我希望你是不是闻到啥味儿了 你连鸭肉干你都不吃了 这个多安逸子 吃了啥东西 我刚才还有一大桶子要咋弄的 哈哈哈哈 但都会坏的 都有保质期的 吃不完就全坏了 是啊 我看他这个小鲜 这个食量 卧槽 一天消费太少了 那我家那个阿拉卧槽 这10公斤不够它咋吃的 几天 一个礼拜吃完了 这原来一个 这一年都是问题 一年 够呛 我觉得一年是吃不完 每次给他抓的不敢多抓 抓一点 他都吃不完 小狗 你买10公斤的狗粮 我天 买习惯了 我家阿拉 我在外边 我妈也要买狗粮的10公斤送给 可以 女儿又来了 自己觉得是很好吃 那放个口味 口味 来个动根 这种动根感觉冻得跟没头一样 对 稍微拿牛奶泡一下 羊奶泡一下 很好吃 人都能吃 这个他对没兴趣 你看吃狗粮是吧 吃狗粮啊你 来 这个他没兴趣 他对鸭肉干就兴趣 鸭肉干人都可以吃 对对 但是我尝了一下没味儿 对就是 一点味道没有 这给了就走了 对 只要给个鸭肉干 老师傅 坐 坐 听我话 坐 再来给你吃 坐 坐 好一点都没浪费 全部装起来 撒在地上的江上自己吃了 没缝干燥机就回包 等会儿这儿竟然还有袋子 我就把我那个 你给我那点我也分装了吧